今天要分享的是紙杯戚风蛋糕 我会做六个小的 有材料主要三只鸡蛋 鸡蛋要刚刚在冰箱拿出来冻 方便我们把蛋白发开 我这里有60克的低筋面粉 我会用砂糖和花奶 首先把鸡蛋分开 用手拿出来 我要把蛋白和蛋黄分开 如果蛋黄有蛋白不重要 但蛋白那里绝对不可以有蛋黄 否则就发不开 用手分得最干净 这里是三只大蛋 把蛋黄分开 分好了 分完之后 首先做蛋黄浆 加入1茶匙白糖 然后加入花奶 4汤匙 然后把低筋面粉放进去 然后搅拌均匀 把蛋黄分开 差不多了 做完蛋黄浆 在我们做蛋白浆之前 首先预热焗炉 350度 所以我们待会做好 立即可以放进去 预热 然后把蛋黄分开 然后把蛋黄分开 用高速 稍微拌开 就加1汤匙白糖 再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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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加入1汤匙 最后再加入1汤匙 即是总共用3汤匙的糖 再拌均匀 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 要求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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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1汤匙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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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在底部撈上来 中间切入 中间切入 把两颜色搅拌均匀 转一个圈 中间切入 反过来 不要太大力地拌它 烧泡泡就不好了 要预热焗炉 因为煮好之后 不要让它在这里坐这么久 坐下它又会烧泡 所以我们要预热焗炉 两颗颜色搅拌均匀 即是看不到一颗白色 扣均匀 在底部撈起来 再下三分之一 又是这样的 再下三分之一 转一个圈 中间切入 翻过来 转一个圈 中间切入 翻过来 好了 最后了 你看到的颜色一样 再下三分之一 很漂亮 分不了颜色 接着我们转一下 因为有时有些比较大的气泡 烤出来就不漂亮 所以转几下 让它大气泡 好了 然后放进去 放进去烤炉 350度 30分钟 我们待会有食物 我闻到很香 大家看看烤得如何 哇 一个个很漂亮的纸杯蛋糕 你看到我了 不是那么难做 三只鸡蛋 我待会就喝下午茶 咱不要 Dav输 Ostom 你 材人 我 做 你 今天 你